大家好,我是Argis 歡迎來到全面設施幕府張君義 今次我們的比賽是編號22AAMC打了Eric 這裏就是AMC選擇了Takeda武田 而Eric選擇了Otomo大友 這個地圖是Jigoku Dami Valley 我們待會進去看看 但其實這個比賽在這個階段 我們工作忙碌的關係 我們很少實時去看他們的比賽 所以這個BangPick裡面 特別是Pick了些什麼 不,Pick了些什麼 我們都已經看到了 即是我們現在看到的AMC 用武田家 但Bang了些什麼 我其實已經沒有失去中營 但我們看到前面 武田家有兩隊火槍竹兄 之後有四隊的槍竹兄 右翼這邊 我們看到有武田家的兩隊槍斜 森林裡面有兩隊槍斜 加上四隊 好了 我們要看這裡 有三隊野武士 左右兩邊有剃刀真兵 左翼這邊有兩隊火騎 和將軍 非常平衡的陣容 基本上 當然是騎兵主導 但顯然沒有見到公騎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沒有田家 最少都會有兩隊公騎 這次就見不到 那這裏Otomo就是Eric Eric我們看到這裏有一隊 兩隊 三隊 四隊的槍斜 全部在他的左翼裏面 一會兒在山頭裏面 很快就會跟武田家的槍斜 正面對撼 但如果沒有任何支援的話 應該是不夠 但我們都會看到兩隊的散彈騎 整個遊戲裏面 爆發力最高的兵種 在這裏跑 我們另外看這邊 我們看到一隊的槍武士 武士 有弓竹 有弓竹 這裏有一隊槍武士 步兵團 其實比較後少 這裏有兩隊的土耳其 火槍兵 這裏 這個散彈槍 已經先離了一發 這裏直接搞定了16隻槍竹 這裏一炮之後 立即在那裏切開 咦 我也要說錯了 原來這裏是兩隊的武田家公騎 有公騎 這裏立即還擊 這裏見到一隊的還擊之後 有槍竹輕 開始有少少的還負 在這裏中間的建築物中 開始戰鬥 這裏有槍竹輕 已經跑到正面 準備去開打 好 你們看回大友加 其他步兵 慢慢才向前 才跑 我覺得其實有點太遲 好 這邊我看到槍竹輕 跑過來 抓到人家的槍劇 立即躺下了兩隻 好明顯 這邊有散彈槍劇 來準備 嘩 又躺下了十幾隻 好 但是現在還是一些普通的交戰 好 這裏槍沒事走過來 把槍竹輕的士氣崩潰 另外一隊槍劇 衝了過來 但直接衝過去 這隊是火性槍 喂 這一下其實衝了幾個 我剛才以為他衝錯了 這一下衝得很漂亮 但是 大友加的兵 暫時我覺得 他防得很密切 暫時 就不是很展開 很有機會被人來 涉及防白兵衝 好 這裏槍 武線抓到人家 武田加的火騎 這裏 火騎一隻死了 後面 這裏就多了 暫時只損失了一隻 力保不失 好 這邊我們看到 一隊的 這個 槍武士走上來 作為這個獄群 暫時被騎兵 早期少了 輸出 這裏的槍騎 就會再一次衝到火星槍裡 但是被人家的槍竹輕 和後面 一隊野武士追過來 都會損失了不少兵 不一定是這個值得的 好 但這裏我們看到 公騎一路射箭 射的槍騎 這裏如果不走的話 其實應該會有很大的問題 這裏武田加大小的騎兵衝鋒走過來 一隊 兩隊騎兵抓住人 一隊 應該是可以很快贏到 但是立即 這個槍武士來支援 我們看到這裏有另一隊的槍騎 走過一層武田加的火騎 正面對武田加的火騎 剛才就做不到衝鋒動作 應該就是有少少損失 好了 武田加的步兵繼續向前推進 我們看到這個大友加不斷向後撤退 這個土耳其火槍手基本上 沒有做過任何的輸出 其實現在被人逼退 很快後面有一隊的槍竹輕 走過來支援 但是暫停了 站定定了 一段時間 是不是他的操作擺在其他位置上 看到這個槍騎向後撤退 與此同時 但是還未走出射程範圍 依然是在損失 現在突然之間 武田加越重複包圍了對手 你看到這個大友加的兵 全部 為甚麼 這裡還有兩隊的兵完全忘記了 應該會讓他選擇這場比賽 因為 現在武田加的騎兵 我們轉角度 武田加的打法 現在已經完全涉及包圍了對手 我們知道武田加的騎兵特別強 只要你這樣包圍了對手 但是後面有兩隊長槍兵 或者這些長頂武器 這樣走進去的時候 很容易被騎兵去圍殺你的時候 你不夠槍兵去防禦 我們看到有兩隊的輕騎 都要跑出來了 我們剛才見不到輕騎 但是輕騎這裡 抓到弓蛇的話 應該會死得很快 這裡抓到應該是大友加的 還有一個優勢 但是我們在這裡看不到 這個主兵力已經開始交戰 大友加的將軍已經落了馬 開始增加一些使力 武田加這邊 這裡落馬的位置比較後一點 如果這樣 其實要向前一點 但是這裡發揮了一大條路 我們在這裡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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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我們看到騎兵有四隊 兩隊 已經沒有了五隊 但是一部分 在這裡吸引了別人 另外一隊 是間隔在這個小洞裡插了過來 成為了這個騎兵的必殺 的攻擊 與此同時 大友加的將軍 雖然在前線獲了馬 會作支援 但是在前線的部分 不夠支援 即是說 他這裡被人攻破 大友加的將軍 立即被別人圍殺了過來 現在死得很快 只剩下22分 好 其他更多的騎兵走迷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 低於大友加的陣容 已經是亂了 我們可以看到一隊 土耳其 火槍的兵 在這裡開闊 土耳其 火槍兵 開始開 有一點點開跑 但是這個射程 角度 有一點點 擋著這個視野 令他們不同的場所 去射擊 這裡暫時 你看到 就是騎兵 開始被四方白面打到 這邊是一隊 大友加的輕騎 走過來突襲 這個將軍 其實是很危險的 但是幸好後面 一隊火槍 對支援 應該可以保住這個將軍 但唯獨 大友加的將軍 應該都頂不住 看到很多的步兵 不斷地支援 這邊 我們看到有野武線 走過來 擋著 但任何一下騎兵 如果衝到的話 應該是很傷的 你看看 我們有兩隊 有一隊的攻擊 兩隊的攻擊 這裡慢慢射擊 一隊輕騎兵 剩下這邊 我們還有少少的兵 走過來 其實後面還有少少的騎兵 跑過來 應該不是太大問題 我們看到火星槍 開得像少少的射擊 這個角度射擊過來 不會造成太多殺傷 但是這個士氣的打擊 是絕對有的 我們看到 這個武器加步兵 已經在這裡 趕到野武線 直接衝過來 這一下衝鋒過來 就應該把大友街 的主步兵團 收起來 剩下少少 葡萄牙的火槍兵 讓人家 騎兵 這樣衝過來 但 大家要留意 葡萄牙的火槍兵 近戰能力 基本上和武士 是差不多 但當然 被騎兵 衝過來 是不行的 所以 這裡 Eric的大友 在這裡 我自己覺得 其實就是這個大友 加 這個火槍兵 是他的優勢 但如果這個陣型 好像剛才那樣 打得太過收賣 我們看到他不是 剪開 一個很大的平面 或者接戰面 跟你交戰的時候 令到他的火槍兵 不能夠發揮優勢 最重要的就是 其實地形也不太合 你看到 這裡 這個散彈騎 122,136 其實都不錯 因為他剛才前期的時候 都殺到不錯的槍竹兵 但是葡萄牙火槍兵 很明顯 做不夠足夠的傷害 我覺得地形是一個 很重要的原因 我們看到這裡 另一隊的火勝槍 武士也做不夠傷害 但其實剛才有幾下 輕騎的特集 我覺得都做得不錯 唯獨就是 其實說真的 這個沒有添加他的 騎兵優勢 真的打了出來 成功包圍他 住對手之下 令到他無法離開 這裡就是第一場 我們立即開始 第二場 第二場 這個AMC 他選擇了 SIMASU島章 然後Eric 他選擇了 伊達 這個是Ikenura Village 另一個 這個地圖 我認得 我之前都玩過 不止一次 這個地圖 這個 建築物 數量比較多 我們看到 這一場 其實就是Eric 輸了之後 應該是Eric 選擇的地圖 也是Eric 選擇了Dark 這個Dark 伊達 伊達在這個派系 這個地圖裏面 做出通常 這個 成績都不錯 最主要是 因為伊達 這個野武士特別強 我們看到這裡有四隊野武士 在軍隊的左翼 準備去推進 後面有兩隊的防打武士 這邊就是他整隊軍隊最主要的破壞 我們看到這裡有一二三隊的火繩槍竹 不是 火繩槍竹竹竹 這裡後面有兩隊的弓竹竹 後面有一隊的槍竹竹 這邊就是輕步兵的陣容 超步兵左邊 輕步兵右邊 左右兩邊有 特有一隊的 這裡是槍竹竹 這些是槍武士 顯然 gently地霸佔地方 地圖和城鎮有兩個道館 經驗來說,這場比賽大部份最快佔領導這兩個道館 玩家通常都可以在地圖上贏 我們可以看到伊達有1、2、3隊的槍騎 不斷地跑進森林 另外這邊還有一些輕騎和槍騎 基本上已經霸佔了這個位置 但槍騎走在這裡就走開了 當然你不會跟槍竹兵打我 我們現在看賭章,AMC的賭章 我們看到1、2、3、4隊 這兩隊野刀兵,兩隊劍兵武士 這邊有兩隊的槍竹兵 跟別人一隊的槍竹兵對射 現在甚至有火箭 這次火箭直接射下別人的騎兵 但這裡有一隊槍騎,蠟燭跑過來 這一下衝鋒 應該可以把兩隊的風租兵 全帶走 就算帶走兩隊,一隊都應該搞定 但後面立刻有武士支援 後面有炸彈扔的 我們看到 這個盜章有炸彈 這一邊我們看到 有這隊野武士衝過來 但這裡已經放了槍牆 應該是一個最好的狂戰位置 我們看到有一隊的弓兵和傑兵 在這裡擋住 令到後面有一個炸彈 消耗了伊達很多的騎兵 我們看到一隊的騎兵走過來 令到野武士在側翼裡 這個位置硬衝過來 就絕對會犧牲了槍竹兵 但就需要有任何支援 因為野武士躲下絕對會打贏 我們看到倒章很快 中間要打出一個缺口 後面又不是很夠步兵 我們看到所有的重步兵是在阻力 這個野武士雖然交易不是最好 但因為他始終的價值會有人有很多 以及伊達的野武士 破案都很高 所以這裡成功打破了缺口 準備衝進他裡面 現在這個戰鬥 我們看到伊達的右翼基本上是輸著 沒有任何的支援 這裡的騎兵應該要衝過來這下的背脊 剛剛是這個位置 這個可能遲了一點 如果早一點衝鋒 因為英國就殺到很多野武士 我們看到左翼這裡 伊達的野武士成功打出了缺位 但我們看到後面 這個倒章的武士立即趕的時候 後面甚至這裡有一隊 是倒章的武士英雄 這邊的局勢應該是穩定的 除非這裡有這麼多野武士頭戰鬥 但是我們看到 這邊Erik暗示沒有派太多野武士 這邊有一隊野武士走過來的質疑衝鋒 應該可以做出一個破壞性的傷害 但是這邊的右翼已經完全被人家蓋過了 一波風跑過來的時候 騎兵不能夠作出最大的支援 在後面看到兩個槍 中間帶著野武士跑過來 火星槍開始開槍了 但是這個位置已經被人家蓋過了 我們看到很快火星槍開了第一雷槍 立即被人家蓋過了 要開始打近戰 這隊士氣也很垂直的崩潰 我們看到有一點的箭射出來 但是我看到這個位置其實打得不太好 特別這隊的...什麼... 丟手樓彈呢 這個士氣的彈好像是飛城起打 我們看到有幾次我們看到比較少的道瓶兵 走上伊達交戰的時候 後面再打 我們看到伊達一隊的騎兵 橄欖地衝過來一下質疑的衝鋒 另外一隊會是這一刻 騎兵的衝鋒是不錯的 但是在這麼大小的騎兵線走過來 這個衝鋒力應該是軟壞的 走過來的時候除非有其他位置去給他做質疑 或者不同的地方的攻擊 否則的話這兩隊騎兵應該很快會出鬆的 我們看到立即有這個槍竹 這個槍竹兵走過來支援 躲一下衝過來立即有緣的騎兵 立即更小了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什麼... 穆富將軍二的槍兵打騎兵是有多厲害的 但是這個陣容上面我們看到 島瓶暫時是更加穩定的 因為最少是兩隊三隊的弓箭手 是穩定輸出的 這三隊甚至留這一隊是弓中心 但兩隊是弓武士的射箭是更加準確的 這下的騎兵衝過來之後 這下的鐵針戰場應該是完全搞定的 值得留意的就是伊達的騎兵 這邊應該是有一個位置 是喪失了他的機會來攔截他 我們看到有些防彈武士 簡單要跟他們的劍兵武士對打的時候 拿到你的騎兵側翼這一條路裡 成功跑過來 一下子的衝鋒就完全藏起來了 最後你看到... 兩場我覺得Eric輸得是值得的 因為我們在這裡順便夾一張圖 但我們看到兩場Eric都是有一些暴兵 在無名建的白日後面 他沒有去支援 這個AMC左右兩邊 基本上每一次暴兵的騎兵的看法 我打的最重要的是 當所有的暴兵推進的時候 他全部位置都有一齊上 你只是... 就像Eric留下的幾隊兵 那這些士兵的差異 你最終一定不會帶出一個結局 就是你會被別人懷疑殺 那這些可能就是 神戰的經驗少一些 或者是真的在戰鬥的時候 應該都很熟悉任務的 兩場都是這樣 當然了 AMC的戰術上打得好 但是Eric兩場都犯了嚴重的錯誤 令到他一部份的兵沒有出來打 我們這裡看到 這個扔手榴彈兵 29殺並不是最誇張 但是我覺得他比較重要 就是這個士氣的打擊裡面 令到他的兵種特別 我們看到有一個... 什麼... 劍兵武士英雄 157殺 應該是憑著他強大的士氣在後面 扔手榴彈他也不怕 那麼他繼續在前面斬 好了 那麼... 我們看看他的兵種 這個... 防打武士應該要站在前面 擋住這個... 這裡沒有火槍 但是他的護甲高擋 佔了比較好 但不重要了 這裡我們打完了之後 我們就很快看到 這個... Eric是輸了之後 就要離開了 我們這場比賽正式出局 AMC贏了之後 將會去到編號的23 和這個Sanisa打的原因 就是... Sanisa的對手 阿騫 就沒有出現 最終是氣拳 那麼... 我們這場比賽 其實都有好幾場的... 是以這個氣拳 或者是無辦法戰鬥的模式 就是完結了 所以接下來 就會有第23場 Sanisa 和這個AMC打 那麼... 今天的比賽就這麼多了 祝這麼多的大陸 武運槍龍 再見